伍迪如是说 皈依的定义是寻求保护 以免除投身下三道的恐惧 和免于外道认定在战时聚合体内 有自我存在的邪见 分开来讲 有三种皈依 外皈依 内皈依 和密皈依 一 外皈依 一 何者是想要皈依的意义 向何种对象皈依 什么样的人皈依 皈依时的方式或法门是什么 皈依时要有何种不共心态 何者是想要皈依的意义 何者是想要皈依的意义 一 就是对轮回悲苦的恐惧 相信三宝是皈依处 以及接受三宝是皈依的对象 与皈依的互助 你 透过这三者 你生起想要皈依的动机 总之 一个人之所以想皈依 是因为害怕死亡 二 有许多人甚至不曾意识到 自己的生命已经去了一大半 也不曾有片刻思考到来世 他们没有回忆 假如你不会死去 或确定可以转世为人 那么你就不需要皈依 但是在死后和中英时 下三道有着海山倒海的同处 向何种对象皈依 一 你必须皈依三宝 谁能终结生与死 除了已敌于所有破坏 和圆满所有功德 遍之的佛之外 无人能及 因此只有佛所传下的佛法 以及传承仿教的僧团 才能终结自己和他人的生死分会 因为他们是皈依的唯一对象 因为他们是皈依的唯一对象 而一般而言 很多人认为真正圆满绝者的法教 无异于蒜柄师之言 这些人认为真正圆满绝者的法教 在碰到压力时 就会去求助和神 要这样的人来皈依 是很困难的 什么样的人皈依 一 有兴趣 有虔诚心 和信心 念及三宝功德的人 能皈依 一个具备这三种不共心态的人 但皈依 2. 轮回无始意乎中 无因此刻即出离 外道毁神即诸等 皆非无知归一者 唯有正等正觉佛 是无真实归一处 这才是真正无共的皈依 这才是真正无共的皈依 口费是没有用的 就像空口说白话一样 不知会一与无理 用何种方式来皈依 一 你必须用前进的身与意 来皈依 你必须用三种心念来皈依 惧怕下三道和轮回 信任三宝的加持 以及坚定的信心与悲心 2. 相信此生圆满 且来生也会依然如此的人 只会在死前与佛法修行 人缘间一面 这是不够的 在这个外国里 你必须知道归一的仪式 你必须有一种为了逆他的责任感 你必须用这种态度来皈依 因为安平初离轮回和希求涅槃 是不能挣得真正圆满的佛国的 2. 卫力众生 离于轮回护 我邪三界一切有情重 直至正德 无体或回忆 总之 所有愿望都是有分别性的愿望 上会去除有分别性执念的唯一 是不够的 接着 了解坏回忆需要的修学 回忆后 就必须善巧地修持方种修学 以避免世界的汇度 首先 有三种不够的修学 1. 既灰衣服就不能向其他神智顶礼 既灰衣法就应舍弃伤害众生 既灰衣森就不能与外道为伍 这是三种不够的修持 2. 既灰衣服就不能向其他神智顶礼 表示若你像一般世俗的神 例如大梵天 辟师奴或其他神智名利 就会毁坏了你的归宜界 如果你向这些神寻求归宜 那你的归宜界就毁坏了 这种不够的灰衣服就能向其他神 3. 既灰衣法 舍弃伤害众生 表示如果杀生 你的归宜界肯定是毁坏了 3. 既灰衣物 1. 既灰衣服 2. 既灰衣服 4. 既灰衣服 2. 既灰衣服 即使你只是因为生气 而打奇� Р. 众生 索递引他们 在他们的鼻子上 穿洞把牠們關進收買 拔光牠們的毛 取牠們的羊毛等等 也都算是毀損回憶界 四 記歸一生 不能與外道回憶 表示如果你和抱持 一直常見或斷見的人在一起 你的歸一界就毀損了 mouvement ).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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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们互通一气 也算是毁损毁一戒 不管怎样 所有佛法的修行 都难挂在威仪里 邪剑之人是无法了解的真人 接着是五种供的修训 接着是五种供的修训 最后就质的修训 一切都能够 下一个双开 一切都能够 这些是一切都能够 相当地的修训 这些都能够 自然的修训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看下一下 等一下 菜瓜不超人 不用理论话 抱歉 我要救地球 打电话 你先去救地球 我要做工作 结电 结电 清洁家店 油门省电 你关时间喔 没关系 广告只有30秒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这才是我们要的世界 少一些会更好 这才是我们要的世界 西双版纳位于中国云南省南端 与辽国缅甸山水相连 与泰国越南近邻 四季如春 遍地绿印翁玉 鲜花盛放 境内有珍贵的热带雨林 自然保护区360万亩 其中70万亩是保存良好的原始森林 这些茂密的丛林是两万多种动植物生息的家园 带雨西双版纳值亦为12千块田 实际上是指12个行政区域 带族人说西双版纳古时称为蒙巴纳西 带族人说西双版纳古时称为蒙巴纳西 意思是一块神奇美好的理想国土 那么我们再往下一点呢 是到我们的那个鲜花与会员 因为那就是各种各样比较神奇的一些树 例如会跳舞的小草之类的 但是呢 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经由导游的介绍 大家认识了一种很特别的植物 跳舞草 跳舞草是自然界唯一能够根据声音产生反应的植物 起舞的原因主要与温度 阳光和声波感应有关 这是要看这个小夜片 然后要不吹风的情况 小夜片这个歌声的频率张开闭合 这样移动 我来唱一下 会不会录下来 唱歌不唱 ordum 你唱歌稳了 快乐 你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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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举患 noticing 太瘍了 秋了 你唱歌 这歌 我不祖 确 sore 那彎彎的仰摯 哎呀! 你弄嗎? 會弄會弄 出了法歌耶 法歌 這挺習慣的 愛又是那個共產黨 海濤法師隨即創送起六字大盟咒 願慈悲的音波 引领众生的菩提心活跃 哦 来人呆了 哦 要帮了 哦 来人呆了 哦 来人呆了 哦 来人呆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